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嗜血法醫》這部影集 男主角德克斯特是一名智商高 品性優良 在警局工作十幾年 受同事信賴器重 人見人愛的血液噴見分析師 最喜歡的事就是研究血跡 但這些通通都只是表面啦 實際上他是一個沒有感情 無法理解人性 很喜歡殺人分屍 看血腥的瘋狂殺人魔 不過他還算有點良心 都只殺那種 噁心戀童癖 酒駕垃圾 暴力混混 小流氓等 作惡多端的壞人 至於原因的話嘛 是男主角三歲時 母親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掛了 他也因此失去小時候的記憶 並在一番波折後 被一個警察 養父男收養 對方也在養育男主角的過程中 發現他無法理解感情 且有無法克制的 殺害生命的慾望 不過養父男很愛男主角 沒有把他送去精神病院 反而是在病死前都把他留在身邊 教他如何衛裝自己 融入人群 怎樣殺人才不會被抓 教他把殺人衝動 只用來殺害 法律無法制裁的壞人等等 男主角也非常尊敬養父男 把他當成親生父親一樣 並在他的教導下 成功融入社會 總之這天 男主角前往調查一件兇殺案 情況是有名兇手 將受害者的血液放光殺死人後 再把屍體分割成好幾塊 包裝擺放成像禮物的樣子 手法非常邪惡殘忍 毫無人性 不過男主角一看到這 一滴血都沒有的屍體後 整個人大吃一驚 心靈像開竅了一樣 認為沒有任何血 實在太屌 太厲害了 自己怎麼會沒有想到 這種美麗的殺人方式呢 之後兇手繼續在城鎮各處 拋出更多受害者的屍體 可是他的犯案說法很厲害 不留一點證據 導致警方根本找不到線索 接著 被這事搞到頭很痛的男主角 回家想休息時 就發覺家裡被人闖入過 冰箱上跟裡面 還多了個被分屍的娃娃 他便馬上推測出是兇手幹的 對方的目的 應該是想跟他交朋友 順便給他點線索來找自己 然後手牽手一起去殺人 阿喜歡殺人的男主角 當然是開心得不得了嘛 也越來越想找到兇手 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此他興奮地跑去找 和自己在同一個警局當刑警的 養父男的女兒 也就是自己的異妹不重要 一起討論案情 並從目前的情況推測出 1.兇手很懂醫術 否則哪會肢解 2.冷凍過程需要隱秘安全 所以兇手的家裡 應該有自製低溫冷藏設備 可以從住宅區的電費去調查 另一邊 有名刑警關鍵男 在調查線索時 找到了重要情報 發現兇手對一隻有異常喜愛 於是他立刻去找不重要的男朋友 專門製作一隻 又懂醫術的醫生大帥哥 詢問相關情報 像是迷戀一隻的心態 有沒有遇過相關人事之類的 大帥哥也很熱情解答 還說什麼情報的話 一定會告訴他 沒想到的是 晚上關鍵男回家時 卻突然被人拿小刀從後方攻擊桶上 雖然他拼命反擊 卻只撞傷對方嘴角 就失血過多倒了下去 幸好此時 旁邊有路人經過下退犯人 他才沒有被殺 事後 他被送到醫院緊急治療 運氣很好的撿回一命 他也將所有線索 通通告訴來關心他的男主角 男主角一聽 就馬上想到幾點可疑的事情 並開始懷疑大帥哥 因為首先 關鍵男一去找大帥哥 晚上就被攻擊 哪有這麼巧 第二 他收到錢跟大帥哥吃飯時 有注意到對方嘴上 也有被撞傷的痕跡 第三 依照不重要的說法 大帥哥也是個很迷戀意志的人 難道說 兇手就是大帥哥嗎 另一邊 這個兇手 還真的就是大帥哥 他現在看事蹟快要敗露 就趁機抓住不重要 再留下一些線索 將男主角引導到一間 荒廢破舊的小屋去 神奇的是 男主角一來 就被眼前景色吸引 立刻想起小時候失去的記憶 想起他有個溫柔母親 和一個叫做班尼的哥哥 這時 兇手大帥哥班尼 就跳出來跟他打招呼 順便講解所有事情真相 原來當年主角一家人 和一些路人 被一名分屍殺人魔 抓到一個貨櫃裡 殺人魔還在主角兄弟面前 用電鋸虐殺他兩外所有人 之後警方好不容易找到他們 但為時依萬 兩人已在血池裡坐了兩天 所有血腥殘忍 早已落進他們腦裡 也因此讓他們變得嗜血虐殺 而第一個到場的警察 楊富男 認為男主角才三歲 不一定會記得這些事 應該還有舊 便手養他想正常養育他 至於班尼媽 因為年紀較大 一定把這些事記得清清楚楚 無法改變 就將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療 這些年來 班尼一直想著男主角 也一直努力找他 在知道他也會殺人後 真的很開心很感動 和不重要交往 是為了接近他 抓不重要 是想跟他一起殺掉虛假的家人 面對自己的本性 然後和真正的家人一起生活 可是男主角非常猶豫 如果殺掉不重要 就等於違背養父男的意願 傷害跟自己親妹沒兩樣的不重要 如果幹掉班尼 則會失去世界上 唯一懂自己的僅存家人 總之男主角拼命思考後 就決定保護不重要的安全 轉身反抗班尼 將他抓住 雖然男主角內心有千百個不願意 也明白班尼的用心良苦 甚至想放他走 只是他無法這麼做 也不敢再繼續聽班尼說話的 直接拿刀割破他喉嚨殺死他 最後 男主角成了救出不重要的大英雄 警方也找到殺人現場 並依照現場機震推斷 班尼是世紀敗露後自殺身亡的 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那之後 世人有沒有可能 感謝男主角的非法正義 他又能不能拋開面具 真真正正的活下去呢 你就自己去看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你認為男主角的做法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呢